好,大家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粉丝,有啥请求啊 在头条视频上遇到你的,我的用盘在笔记本电脑拷贝书记后在电脑关机过程中强制拔掉 一定用盘,然后经多次笔记本和台式电脑尝试后均不能显示盘符,插路有一响,在后来发现盘有一响 通过看你的视频,通电次数后就不敢通电了 本硬盘未摔过,盘内有大量的工程资料和酒和个人家庭照片,请董哥看一下制定个恢复方案 通过软件扫描过 这种情况啊,一旦摔了,不要再上电回去测试了啊 因为这个超包盘,看了吗,目前来两个都在这儿进医院在检查 我们进吴城操作间看一下 来,我们看一下这个盘,这个盘的开盘 然后先把这个边上给大家用刀子剃了,刀片 为什么呢,开盘的时候也一定要小心,因为这个盘呢,跟其他的盘不一样 这个盘特别不好开,而且这张细波纸啊,非常脆 对,如果你不小心的话,他会把这个,把这二层膜给接坏 一接坏后更麻烦 接坏后,然后这二层膜不好弄 好,我们先看一下 因为换风机我给关了,要不然它噪音太大,听不见啊 看一下这个盘,盘片有没有问题,如果盘片有问题 这种盘做出去就没有意义了 因为我们看过往期的视频 抽费力非常重要,然后代价非常高这个盘 这一个刺头外面卖的话,这是应该三百多四百块 因为这个刺盘呢,坏的比较多 目前看一下没有明显的划伤 这还好,没有明显的划伤 这个数据还有可能能出来 这个扫描了,但是没有划伤到盘片 万幸 这我给粉丝说一下,让它爆牙架 拆下刺头又有一看 然后有可能是下边有划伤 因为这个我们没有支开,不知道 把刺头拆下了之后,然后再看一眼 然后里边刺头打歪了 这种有可能底下盘面有划伤 待会儿只能看一下底下盘面了的 看了吗 这个刺头都粘在一起了 已经完全损坏 好的,本视频就到这 感谢大家观看 待会儿找个好的刺头给它上上去 再见,拜拜